人民体育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赛事金姐 那么今天呢 为大家带来前段时间非常火爆 大家非常关注的 人际大战的对局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 请到了著名国手 世界冠军十月九段 十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人民体育网做直播 对 那么前段时间 这个人际大战 也是吸引了太多人的关注 那么他在这个网络平台上 对中日韩的一线的顶尖高手 达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六十连胜 对 虽然说也有人说是快骑的因素 但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也是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力 是的 是的 对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 就是新一代的这个Master 或者说就是AlphaGo 他到底强在哪 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十月九段 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些 这六十盘中的精彩瞬间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个第四盘棋 是在一城的网站上 然后对卧虎 好像说是谢尔豪 谢尔豪我们的年轻小将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 这盘棋是谢尔豪的黑棋 对 然后布局也挺新颖的 就是跟我们传统的开局好像 有点区别 对 因为黑棋这两个对着的小孩还挂了一下 比较少 对 而且他还两边挂完之后再脸皮 对 比较少见 对 然后 对 高挂 然后一个腰刀的定时 对 这个我们一般来讲 好像以前说这个白棋 在黑棋这里有紫的情况下 是大飞是不是太好的 但是这个Master也是大飞 这平常如果是直接大飞 是一个长行的摇道定式 那这个地方有紫的话 我们以往的判断是觉得 这里有紫 就白棋这个战斗可能会不太有力 有点过分 对 但是他实战也还是这么下 对 确实在这六十盘当中 Master有一些招法 还是有一点颠覆我们 就是对长行的理解 对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 对 传统的看法就是这个紫 有了这个紫之后 战斗不太有力 但是我们看他实战的处理 就是 比较的简单 然后搬 白棋连斑 然后黑棋 这里白棋的意思其实就是把脚上给活了 其实就没什么别的意思 黑棋就是这里不能把这个紫吃掉 因为这地方是有毛病的 所以他实战也只能从这边断一个 白棋就很简单的虎一个 其实他的棋 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下的就比较简单 比较简明 对 然后就是大局上才很清晰 这样他等于是先手定性了一下 对 对 活了一块 那就石哥 你现在对这个局部的定性判断一下的话 这个局部我觉得 可能局部来讲 白棋稍亏吧 但是他抢到了一个比较 比较关键的一个先手 就是那个挂角是非常大的 其实有时候我们判断的话 还是要以全局为中心 可能局部的话就是可能烧亏 但是他可能拿到了先手 一个宝贵的先手 这个就无法顾量了 对 还是综合来考量 对 然后他先挂这个 黑棋二年高架 这个也是 看起来又是一个常见的定式 对 但是Master他又有了先下巴 他在这个时候变招了 我们正常来讲 定式是靠一个 对 比较薯支的 这是差的比较多 下的比较多 对 但是现在可能黑棋会选择 这个力跟白棋作战吧 我估计 因为黑棋这边有后视 可以考虑力 正常来讲 是下成这样 是一个定式 对 这个也是差不多 应该 实战的话 确实Master 他下了一个我们 基本上从未下过的一个变化 对 就算是我们可能觉得白棋现在有点担心力 但是好像大家的低感就是转身 低感还是碰的 对 因为这个地方是黑棋子多嘛 就不太好 直接就强行作战 对 但他实战的招法非常强硬 对 而且十哥你一向也是以强硬著称的 你看到这首棋的感觉怎么样 这首棋倒是我们以前也下过 但是他后续的几步棋倒是出现的很少 就是这个斑应该是比较能预想到的 对 是不是白棋有断的 我记得可能断了力 什么转换 但是那个白棋可能还是在根据这个变化 黑棋跳这个 然后白棋是不是就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这么下的头 黑棋爬一个 但是就是根据配置 白棋把那扇面系掉 黑棋就长一个 然后再走别的地方 那这个局部肯定是黑棋便宜不少 当然他实战可能就没有这么选择 这是我们之前对于这个棋型的一种下法 对 对 那他实战是 把鸡直接搬住 然后打这个 这个变化我也是前几天 我还在跟他们研究了一下 这个招法确实很难对付 这白棋这么下 就是黑棋可能只能什么挡一个 然后白棋立黑棋在断这个 就这里面的变化就特别的复杂 而且也根据可能不同场合有一些变化 所以就这个挡可以说也是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个新的想法 然后大家也有很多深入的研究 对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谢尔豪在面对的时候首先是一盘往棋 而且时间也有限 所以他实战可能对于这么复杂的变化应该是 他也是措手不及 所以他实战就是很简单 他拐掉了这一下然后再挡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 因为其实本来的话 其实我们白的时候 本来黑棋挡 白棋好像也是往这并 这个地方反而是要点 对 你可以把这个下面的段捕着来 然后上面头也出的比较顺畅一些 实战就是下成一个这样 白棋飞一个 先压了一下 先压了 现在这样的话 黑棋就感觉上失败了 因为本来自己的脚现在只有委屈地活在里面 白棋两边都破掉了 都算安定了 对 所以显然这个棋型 黑棋对两边都没有很好的攻击 对 现在是先处理好自己 白棋把这个 把这边安定 然后黑棋B 白棋接 把这个吃住 这个都是下来很简单 白棋也都处理的 把自己都安定好 对 然后黑棋阵 基本上下到这儿的话 好像白棋两边都比较安定了 对 然后也有木 然后头也在外面 黑棋还是挺薄的 所以这地方黑棋就失败了 对 那么我们再看几步吧 然后黑棋就基本 这几步吧 其实处理也是挺好的 就是 再这么点一个 就这么把棋型都给走掉 再一点 对 再一跳 它的棋有时候就是能够很快地把这个局面给迅速转化成这个盛势 有时候优势的情况下 就其实这几个招法 从我们原来的某种程度上看 其实还挺俗的 就很直接 对 但是它如果是现在形势还不错 它就这样就是很快地简化局面 对 反而就让棋盘变小 其实来讲这个黑棋的效率是挺低的 然后它再跳在这 再来一跳 对 然后逼着你跟它出头 这就很简单的一个棋下 就像那种境界很高的武林高手一样 就不需要很花哨的一些招法 对 其实整个六十盘看下来 好像大家没有说对它有那种特别妙的棋印象并不深 反而就是它用这种简简单单 就每一个局部看起来都不复杂 但是好像很普通的那种招法 对串联在一起的话会感受到 这个棋好像不知不觉间就有点劣势 唐卫星是评价这个Master棋 虽然说它是持着一把这个木剑 但是依然打边 对 打边天下无敌手 那么下到这儿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形式上就可以给大家简单看一下了 对 整个从右上角延伸而来的这个战斗过后 黑棋的基本空还是这边 对还是这边 然后主要现在黑棋中间也挺薄的 这边以后打入了还很多东西 然后白棋这个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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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三个脚了 对 从木树来讲基本上就不太需要判断 白棋现在明显是 我觉得下成这样白棋已经便宜了大概十几末 就已经不仅把天幕整回来了 还有一些盈语 所以基本上这一盘棋 那么之后自然也是Master棋就没有再给黑棋明显机会 那我们回顾来看 其实就是两个局部定型完 两个定式延伸完之后 好像黑棋就很大 主要是这个地方可能有点措手不及黑棋 就是这个后来的研究来看 既然这个是要点的话 可能这个子的价值 就等于是送白棋出头了 对 所以就是像后来石哥说的就是研究之后 可能局部会有更强的下方 对 非常紧凑的下方 但是在这个第一次面对这个挡 然后打了跳这样的 对 而且是在每步棋30秒的情况下 所以 对 对 石哥我看到有棋手说 就是快棋 就虽然我们这次确实成绩 就大家能够看到有一定差距 然后 但是也有棋手认为 就是因为就是在网络上 本身可能有些棋手实力就会打折扣 同时还是快棋 在trace2之下 对 人难免会犯错 所以石哥你认为 就如果慢棋的话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慢棋 我觉得还是可以一下的 就从他现在展现出的实力来看 对 但是肯定还是 实力还是不如他 但是我觉得我们 通过这多少盘棋 这60盘棋 然后自己也能有一个收获吧 然后 对 就像最近的比赛来看 其实大家的一些招法上 就会有一些影响 对对对对 然后也许就是这个 反而可以促进我们 在这个技术上 对 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所以呢 也许之后我们 人类棋手还有机会在master 跟master进行慢棋的交战 然后也请大家继续期待 那么这盘棋呢 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的master 新手之后 然后就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然后在这个局部 把优势转化为了圣势 然后最后取得了胜利 嗯 那么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儿 然后感谢石哥的精彩解说 也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